主料,土豆两个,辅量,油,盐,白糖,斑茄一个,鸡汁二勺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土豆两个,斑茄一个,香葱,土豆洗净切1.5厘米间方的钉状,斑茄切粒,香葱切碎,这锅冷油放入香葱栗爆香,放入土豆丁煎炒,煎炒至土豆丁面金黄色,从中间放入, 番茄,利用锅里煎土豆的油炒出番茄素,放适量白糖翻炒均匀,加上两小勺鸡汁,放适量盐撒上香葱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土豆一定要先炸,盛气焚熟,实在放入番茄,这样煎出来的土豆配上酸甜的番茄汁才最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